港股现在的走势是偏弱的 港股的弱势甚至跟中概股的表现都是偏弱的 中概股经过了前段时间那么长时间和大复苏的杀跌之后 最近中概股表现趋务活跃 一方面是因为杀跌的时间很长幅度也很大 另外一方面是部分公司其实经营状况还是可以的 还是不差的 然后就是大牌的机构 在中概股的这轮沙跌当中是有深度介入的 这是给投资人一个挺大的安慰 我觉得就在这轮沙跌当中 欧美的一些大牌的一些基金 一些超级机构 他还是愿意抄一下底参与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最近中概股的表现比较强的一个原因 大家看到再严厉的政策 从今以后总是要给出路 我自己要去找路子 海外的这些大的机构在下跌过程当中参与 这个就使得反弹有一定的基础 但是看香港这边 就是港雕塑这边的表现特别不稳定 也缺乏弹性 你包括腾讯这些呢最近的活率呢都非常明显的下降 这是港股的表现比较弱的原因 科技股表现的不好 第二个呢就房地产这个板块 我们讲的很清楚 你看前两天我一再再讲 你不可能有政策大快弯的 这个想都不用想 政策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那个双维富和三稳 对吧 维富呢就市场健康发展 维富呢就是住房住宅消费者的合理权益 那三个稳呢就稳地价稳房价 还稳预期 实际上呢就是稳住房价 然后呢稳住这个地价 一旦传导到地价崩了的话呢 那这个事儿呢就严重了 所以呢他要稳 你看整个逻辑关系 双维富就是为三稳 提供一个前提提供一个保证 它就是一个脱底的一个状况 那么维富的结果呢 它是希望你稳住预期 那你该买买对吧 这样呢就会稳住房价 然后房价稳了就会稳住地价 核心点还是在地价上面 如果地价不稳的话呢 整个事情呢就不好办了 因为我们现在对土地出卵金的依赖太大了 我那天贴了那张土 你想想到2020年的时候呢 这个在财政收入里头呢 占比到大80% 这个斑边往上 这个依赖度呢越来越高的 就是这几年 那为什么会在这几年 对吧 那主要还是这几年的财政支出 非常的大 这几年呢做的事情呢 非常的费钱 你不管是搞科技搞军工 还是这个青山绿水 还是呢这个抗疫 还是呢这个扶贫 还是呢改善大家的这个医疗啊 退休金啊等等这些 全部都是在花钱 天里很难搞繁荣的嘛 你想想自己在家里就好 你要让家里看起来 让外人看起来呢比较繁荣 那你花钱总是有效果的 对吧 那你不花钱的要让外人觉得你家里很繁荣 这个难度呢就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前提 第二个呢 我是认为说 政策不可能有特别强力的去拐这个弯 这面子上也挂不住了 对吧 然后呢 行内呢一定会不断的爆雷 他现在呢所希望做到呢 就是雷暴了 但是呢 万一风险得到控制 我觉得他现在希望做到的就是这一点 而且呢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也只有雷暴了 市场呢 才会真正稳定下来 也才会呢 形成行内的真正的洗牌 所以呢 不管是从政策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行内 要想看到他洗牌的结果来讲 都是雷声不断的 好吧 这个呢 我们先讲清楚 一定是需要雷声不断的 好吧 只要在雷声中冲过去了 才是最后的光明 寄希望的小打小闹 小痛出大结果 那是不可能的 好吧 好吧 我去那里发生了